明年新一代的高度傳輸規格就要上路了 那哪一家公司最有機會在明年第一季搶先出貨 那最有機會搶到這個寡占的市場 大家晚安 我是Mr.海豚 范之鴻 歡迎再次收看這一集的豚骨拉麵 那今天的錄影時間是12月28號 來到今年的最後一集 那在這裡先跟大家說一聲新年快樂 特別感謝大家這一年來的陪伴 不論是給海豚鼓勵的還是覺得海豚還有需要進步 給海豚鞭策的 海豚都以有蹤感謝 當然在新的一年 海豚也期待繼續陪伴大家 跟大家一起在股市裡面賺錢 那上禮拜呢 海豚帶大家認識了連接器的產業 不知道對於產業的題材掌握度 大家是不是覺得更高了呢 那在上一集 海豚其實提到連接器的三大市場 分別是通訊 汽車 還有消費型電子 那其中消費型電子跟連接器最不直接 那市場的眼光呢 其實都放在這個上游的晶片上面 當然啦 上次因為時間的關係 海豚呢 只有點出概念股 那時間不夠 沒辦法跟大家繼續分享 那這一集呢 就讓大家聊聊 那為什麼消費型市場的連接器 市場會更看重這個上游的晶片 那另外呢 連接器跟高速傳輸之間 到底又有什麼樣的關係 那以及相關的概念股 又有哪一些 那在節目開始之前 先記得幫海豚按讚訂閱 如果喜歡今天的內容 記得幫海豚分享出去喔 好 那上一集呢 我們說到 連接器最直接的聯想 就是各位平常所使用的插頭跟插座 所以導電呢 就是連接器最初的功能 那進入電腦時代之後 原本的導電功能其實已經不夠了 更進一步衍生出各種傳輸資料的功能 那因此呢 連接器有導電和資料傳輸 兩大不同的需求 關於導電的趨勢呢 各位可以參考 海豚在EP23跟大家聊過的第三代半導體 那這種新型的半導體材料的出現 就是為了解決這個電子產品 不斷增加這個高電壓的需求 而資料傳輸的部分呢 就是要面對巨量資料的問題 就好比大家在看著影片啊 畫質從2K 4K到8K 那畫質越好呢 內涵的資料其實就越大 那這個時候大家就容易遇到 影片跑得慢 一直讀取的問題 那解決辦法呢 就是推出新的傳輸規格 來提升這個傳輸速度 那當然不只是只有影像處理有巨量資料 負責存取檔案的記憶體 連上網路的通訊模組 其實呢 也一樣都有這些問題 目前市場的主流傳輸規格 有PCIE、SATA、 Thunderbolt、USB等等 那他們呢 常常跟著高速傳輸這四個字 一起出現在新聞上 欸 那海豚想問一下大家 你們有沒有懷疑過 那怎麼PCIE是高速傳輸 SATA、 Thunderbolt、USB也都有 海豚告訴大家 其實答案很簡單 因為他們都有專精的領域 像是SATA就會用在SSD固態硬碟 那PCIE呢 則是用在個人電腦跟伺服器 那這裡提醒大家一點 海豚在1P26有說過 這個伺服器本質其實就是一台超強的電腦 只是處理資料能力呢 是個人電腦的數十倍 所以跟個人電腦差異不大 而 Thunderbolt 跟USB 大家是最容易接觸到的 因為他們呢 是一種整合型的傳輸規格 兼容上面所說的SATA 還有PCIE等等的各個領域的傳輸規格 同時呢 還可以充電喔 那海豚用賣場做比喻 大家就是知道了 你們呢 可以把SATA 看成專賣記憶體的商店 那PCIE呢 則是專賣電腦 那最後呢 這個 Thunderbolt 跟這個USB 則是複合型的大賣場 那既有賣記憶體 也有賣電腦 還斜槓 提供充電服務 那這裡額外呢 補充兩個大家最常遇到的問題 那一個 就是USB 4.0 軟跟USB Type-C 的差異 那另外一個呢 就是為什麼講到消費型電子的連接器 那市場的目光 就會多放在上游的晶片上面呢 首先 前面有提到USB 是一種規格 大家可以把每一代規格的傳輸速度 想像成水管固定的管徑 那像USB 2 的傳輸速度就是480MB 每秒 到USB 3 拉到20GB 那最新的USB 4.0 直接成長到一倍 來到了40GB USB Type-C 就是一個連接水管的水龍頭 一種固定形狀的接頭 那我們去買USB線的時候 常常遇到一個困擾的問題就是 明明就都是接頭 都是USB跟Type-C的形狀 但是呢 價格之間卻差好幾截 原因呢 其實就是那條線 裝備的傳輸晶片是USB 2.0 3.0 還是4.0 那各不用說 現在有越來越多的傳輸規格 也都是使用USB Type-C這種接頭 像是歐盟呢 就在今年10月推出新的法案 要求未來歐洲所有的電子產品 要統一使用USB Type-C的接頭 那希望藉此呢 降低電子產品的垃圾量 不過你不要看這個USB Type-C 未來會獨佔市場的很風光 但其實在這個消費型市場的接頭 賺不了幾個錢啊 因為呢 製作的技術門檻太低 能做到的人太多了 那反而是實現傳輸規格的晶片業者 因為呢 晶片有專利 又有晶圓代工的高製造門檻 那特別容易寡佔市場 所以呢 哪一些越早開發出 新一代傳輸規格晶片的廠商 就越容易成為市場關注的焦點 像是明年主要升級規格 有USB 4.0 PCIe 均負 那相關公司的股價呢 就容易出現飆漲 大家一開始都容易被這種公司的 普普通通的財報表現迷惑 想說怎麼股票 這個股價飆得這麼厲害 其實原因呢 就是這些公司的晶片開發進度 讓市場相信未來有寡佔市場的機會 那各位要知道 根據市場機構IHS的報告 從2018年到2023年 採用USB Type-C的設備數量 會以每年45%的數量成長 那2018年的11億台 暴漲到2023年的68億台 那這些IC設計的公司不要說寡佔 就算只要能佔一半 都是躺著賺 真正實現這個賺不停 好啦 那在幫大家了解完基本產業概況之後 解答常見的問題 那海豚要先問一下大家 關於上週推薦大家研究了三檔高速傳輸概念股 5269祥碩 6756威風電子 還有6104的創委 大家有去研究看看嗎 那這裡還能幫大家補充一些資料啦 那祥碩呢 出生於這個2357的華碩 是華碩內部IC設計單位切割出來的公司 那跟這個CPU大廠AMD合作了很久 那幾乎呢 獨家拿下AMD 比每一代CPU搭配的資料傳輸晶片的頂單 那因此產品線也是最廣的 南瓜這個PCIe 4.0 USB 4.0 還有相關傳輸規格的晶片 那同時呢 也有公開AMD的伺服器產品 那市場呢 其實非常看好 明年享受USB4.0的這個控制晶片 將在明年第一季領先業界首發 幫助享受進一步打入這個Intel的伺服器供應鏈 不過啊 這個由於這個享受股價太高了 產業地位也像海豚在前面提到的這個嘉哲跟這個信華一樣 一般散戶不容易介入 因為股價太高了 但是呢 可以搭配股價變化作為產業趨勢的一個依據 那6756的威風電子 那原本是2388威勝的技術團隊 2008年 分割獨立出來 那由威勝的董事長 同時也就是我們的雪紅姐的老公陳文綺親自掌舵 威勝過去培養不少相關領域的人才 例如翔碩的總經理林哲偉 過去創委的總經理黃宥聰 皆出身致詞 威風電主供電子周邊產品的USB晶片 那除了有美系日系遊戲機的電單 那大陸的聯想也有超過兩成的營收貢獻 那其次呢 則是這個Dale跟HP 那另外也有供應MacBook 這個擴充轉接器的周邊配件吧 最後呢 是6104的創委 那公司過去從USB2.0起家 那近年再衍生到USB3.1 USB4.0的相關晶片 去年已經拿下PS5 Switch以及微軟變形平板電腦的訂單 那今年呢 更一舉打入蘋果MateBook的供應鏈 那是繼這個4966普追KY之後 台灣第二家正式導入蘋果供應鏈的IC設計公司 主家供應MateBook Pro SD卡叉槽的控制晶片 那市場普遍期待蘋果在全面升級USB4.0的規格的時候呢 會優先選擇已經在合作的創委 那法人呢 預估3000公司 預計在明年一批成長幅度呢 都是至少兩成起跳 那翔碩呢 其實是最低的 威風第二 那創委成長幅度其實是最高的 那這一點就提供給大家去做參考 那在風險的部分也要提醒一下大家啦 因為呢 今年所有IG設計 最煩惱就是拿不到上游晶圓的代工產能 那雖然市場普遍預期明年第三季開始 上游晶圓代工呢 會陸續有新的產能開出來 但是想要投資的朋友還是要緊盯這方面的狀況 那另外呢 今年產能嚴重不足的APF載板 那本來就影響今年的AMD的出貨 那要是明年不小心後 有揮袖組什麼相關的狀況發生 那進而又再出現長短料的情況 那當然也是會影響資料傳輸晶片的出貨 那這兩點就提供給大家去做參考 那最後呢 如果你覺得關於高度傳輸產業 就這樣聊完了嗎 當然不是 還記得海豚前面有跟大家提到 USB4.0出了提供資料傳輸 同時也支援充電功能 因此呢 市場上常會看到關於USB4.0的快充題材 來有興趣了解快充題材的朋友 留言留起來 那老規矩人數夠多 海豚就來跟大家去做個報告 OK 那今天的節目也要進入尾程了 如果今天的節目有遺漏什麼 或是大家想知道哪些相關概念股的公司 那請在下方告訴海豚 最後呢 別忘了幫海豚按讚 那新朋友記得幫海豚訂閱還有分享出去給你的朋友 那或者直接加入海豚的LINE社群 好讓大家一起精進股市的知識力 再次謝謝你們今年的支持 預祝大家在新的一年操作數據 我們明年見 掰掰 我們都知道 في Ми het預告 沒什麼 我們不會再次faudo 也 symm dessous 我們會見 也 Later